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怎么是老 那么咱们讲点小孩子的事 可能也有一些兴趣 我的女儿在十岁时 问她的同班同学 说你认为长大当什么好 她这个同学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深有体会地说 还是当妈妈好 我们家什么都是她说了算 当我们在欧洲的时候 有些地方黑人是比较少的 有一天 我女儿的班上来了一个黑人同学 在他们学校里边 可是一个新鲜事 因为没有一个黑人孩子 就是有中国人的孩子 也是我女儿在那个学校里边 也只有她一个 为了表示友好 大家纷纷过去和她说过 一个女同学若若问了一句 纠结在她心里多时的一个问题 她问这个黑人同学 你的血也是黑的吗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 年纪大了 我的脑神经有一些毛病了 脑袋静止时 有时会不自觉地左右晃动 你们看我的视频 有的时候也能看到 你看着我是摇头晃脑的在那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摇头晃脑 只不过就是 确实是不自觉地在晃动 有一天呢 我的外甥女带着她的儿子 请我们老两口在饭店吃饭 席间呢 这外甥女为了表示孝顺 不停地给我夹菜 过了一会儿 她八岁的儿子 小声对她妈妈说 妈你别老给我 我救老爷夹菜了 救老爷他晃脑袋不要 大家听完以后 就是哈哈大笑啊 我的朋友丽如的 孙女呢 特别爱看书 她妈妈看了很高兴 一次呢 她妈妈夸奖她说 长大以后也是个学霸 这孩子说 她说 我不是学霸 我是学妈 大家一听啊 这个她对学霸这个词 可能还是不太了解 我的一个朋友的外孙 五岁了 那天她和她的外公坐在对面 那天她仔细地看了看 穿着短袖的外公胳膊 和外公的脸 然后一脸严肃认真地说 外公 你的胳膊比脸年轻 她外公说 确实是年轻点 哈哈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开心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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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